其實只有三行,不過其實這三行都很重要 可以的話,回去自己再把它演練過 接下來的話,我把這個Lice改成List好了 也許換個名稱List1好了 就是我讀進來是放在第一個List,它就是長這樣子,Print它 接下來的話,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它切割 把這個List 接下來的話,我要切割它,所以Print出來的話 切割的話,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先切一筆 然後呢,再切裡面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的話,把這個註解一下 然後後面的話 接下來的話就是怎麼樣呢 把它一筆一筆的讀出來 所以你這邊有個for回圈 那它一筆一筆的話呢,我給它一個變數叫line 然後呢,在哪一個List裡面呢 在剛剛那個List1裡面 把它一個冒號 把它讀 所以它會怎麼樣 先把第一筆記錄呢 幫你把它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個 然後呢,再換下一筆 再換下一筆 直到最後一筆 所以總共會有50個人加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我們就是 先讀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可以把它Print好了 假設我現在Print它 那你會發現Print它 假設我現在一個一個讀喔 你會發現 它現在就是讀這一個 然後把它Print 那你會發現 讀出來的結果呢,就是長這樣子 有沒有,讀一個 然後 不過因為我們剛剛的最後面是換行 Print本身也是換行,所以變換行兩個啦 那你可以怎麼樣 逗點 假設你後面的換行不要顯示的話啦 就是不要讓它變兩個換行的話 那你可以把Print本身的換行拿掉 那Print換行拿掉的話呢 它這邊後面可以加一個參數叫AND等於空的 就是說我後面那個Enter不要輸出的意思 就輸出成空白 那你會發現呢 現在輸出的話 就會長這樣子 但是特別注意喔 目前喔 它是 一列啦 一個Line 就是這些資料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把這些資料呢 一個一個塞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你勢必要怎麼樣 把它分割開來 一個一個分割喔 那如果要分割的話 可能你要 這個把它註解掉 不要Print 你要把它切割開來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List 再一個List2 做什麼呢 等於 把它切割喔 切割的話 我們前面好像 有講過 在那個有個方法叫 墊什麼呢 叫Splitter Splitter就是切割 那 有點像那個Esser裡面的資料剖析啦 剖析因為中間是什麼呢 豆點嘛 所以我用豆點的方式喔 幫我把它做切割 那不過切割完之後 它就分割開來 那分割開來的話 就放在這個List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把它切割開來之後 再Print它的話 那裡面喔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串列 我把它Print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就把它切割完之後 它就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那就會一個 一個一個 那以後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塞到資料庫的話 那我可以 這一個就是List List2裡面的 第一個 喔 那所以如果將來我要一個一個 把它切割開來 假設啦 不要用豆點 我用那個空白好了 那你 輸出第一個你可以怎樣 加一個中瓜糊 0 然後 串接 一個什麼呢 假設一個空白好了 然後呢 再第二個 0嘛 然後再來就是 串接 然後 第一個好了 這樣子的話 假設我就輸出兩個 那這樣子會輸出什麼呢 輸出編號 跟姓名喔 OK來輸出編號跟姓名 有沒有發現 編號跟姓名 編號 跟姓名 兩個欄位而已 那如果你還要再加 第三個欄位的話 意思類推嘛 再串嘛 那這邊 改成什麼呢 改成二就可以了 因為 串列喔 的哪一個喔 就是用這個表示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再執行一個 他就是什麼 再把它的什麼呢 他的 生日也輸出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 他裡面的資料 除了讀出來之後 也可以把它分割了 OK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啦 因為你沒有分割 你就沒有辦法寫到資料庫喔 你不能說我全部丟 那全部丟的話呢 變成什麼 他就是一個欄位而已 OK OK 那我 五個欄位 這邊有 總共有五個欄位的話 那我就必須怎麼樣 讓他串 串的話就是 再來就是 第三 OK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輸出 就是 血型 然後 在最後一個 第四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資料 一個一個 都把它 讀出來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讀出來之後 我怎麼樣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那寫資料庫的話呢 當然呢 你就要再思考說 把這個讀取 怎麼樣再跟資料庫結合 資料庫結合還記得吧 我們寫到資料庫 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 在那個 前面寫錄之前 我們一定要 import這個東西 然後也要 建立一個資料庫 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呢 我就create一個table 然後呢 名稱叫member 給他幾個欄位呢 因為我們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欄位給他 那這樣子 上面部分呢 其實就是 引用一個資料庫 並且建立一個空的資料表 再跟 等一下的 我們剛剛做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怎麼樣呢 一個一個的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待會就是要怎麼樣把 讀取資料 跟 寫入到資料庫 兩個 合併在一起 如果你這兩個通的話 以後你要寫資料就簡單了 不過 這兩個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其實是相當的 有點相當難度喔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啦 雲端上面都有啦 所以你其實 可以自己在參考 原來的東西是這一段 原來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 那個 資料庫跟讀取檔案 把它結合在一起 給試一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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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